HELLO 歡迎來到劍聖的第112天的九本成長日記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在做什麼吧 我現在的建築功能有兩個是閒著的 然後其他三個呢 弓箭女王還有防空火箭跟野蠻人 所以有兩個是在升王 所以有雙王在升級 那防空火箭是跟上禮拜比較不同 聲音好像太大聲了 上禮拜呢防空火箭還在升嘛 上禮拜跟上禮拜 那今天呢大致上都好了 那最後一個 對上方這個也剩下一天半左右的時間就要好了 那我其他東西其實大致上都完整 就剩三個破擊炮 1 2 3 就剩這三個破擊炮而已 那 防禦的話就差這三個 那空氣炮其實也還沒升 因為但是空氣炮很貴 然後升的時間也蠻長的 呃 在破擊炮之前我會想要去升的空氣炮啦 然後之後再把破擊炮升起來 那牆壁的話呢跟上禮拜是差蠻多的喔 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我牆壁其實左半部分升的東西很多 那右半部分其實也有在升 所以跟上禮拜差很多 最近都努力在刷牆啦 有錢就會升有錢就升 所以工人呢就還蠻閒的 那至於訓練營的話呢 我還是沒有打算這麼早把它全部開完 我現在也是只有開到一個 不用寶寶營而已 其他三個營都還沒開 可能會 開到第三個而已 就是可能會再開兩個 然後 最後一個呢 應該會拖到十分再開 那暗類訓練營我現在是就開一個 一個狗營 然後另外一個是只有開到女巫而已 因為現在都在努力刷牆 我是打算說 等牆壁先全部刷到 九級 九級牆壁之後呢 反正還有十級嘛 十級要更久 那要刷十級的話 我再去升自己的訓練營吧 有點像我覺得一個目前來說就夠了 那建築工人大概是這樣 那我其實還有空 一個拿來 當然說工人是一個拿來刷牆吧 那我現在還多一個工人 因為沒錢 真的是沒錢 如果那個工人有空的話呢 應該是會先升一下 這個三級空氣炮吧 剩到四級 那陷阱方面呢 就剩收空地雷 所以現在升的東西其實因為越少 就剩四個收空地雷可以升級 那其他陷阱呢 應該 除了彈簧之外都沒了啦 都升過了 那以上大概是這一次的 建築防禦方面啦 那實驗室的話呢 我終於升了蒼蠅啦 從七本到現在我蒼蠅從來沒動過 這次終於動了 那原因是因為 我不小心把錢水 還有黑水都花完了 錢算了啦 就是水跟黑水 我不小心把這兩個東西花掉 所以 那一天剛好狗完成了 就我的狗終於 變到二級啊 那完成之後呢 我也沒東西可以研究 因為錢也不夠 那很可憐 所以我就想說 那先研究一下比較低的 最低的大概就這個 一萬黑水的亡靈 它基本就開始升級啊 我拖到現在才在升 還拖蠻久的 那我其實就是想要去研究加速 之前直播的時候有提到 我想要研究一下加速 但是 加速要四萬黑 那我最近呢 又在努力的拼雙王等級 那雙王升一次又要十幾萬的黑喔 就兩個雙王一起升就要十幾萬 就這樣子我加上我的加速法數 這樣一次二十萬 其實我沒有辦法搶到那麼多 玩的時間其實沒有到非常長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蟻仁的 蟻仁跟我差大概一個多月而已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主要東西 它是雙王呢 雙二十五級 超扯的 雙二十五級 一直瘋狂躺瘋狂躺 主要是它的牆壁 這個最扯 牆壁已經全部 九本慢的 全部是十幾牆壁 這個扯到爆炸 我從來沒看過有人這麼快的 真的是奇葩 真的不知道它怎麼打的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宜仁就是那個 爬到泰坦杯 八本泰坦杯的喔 很厲害的 我們的宜仁寶寶 超強的 那它的王 這麼快就算了 前年是 牆壁也刷成這樣子 只是它的防禦比較慢 他就是故意這樣子玩 真的很厲害 佩服他 就是天壤之餅 只差一個月 差成這樣子 唉唷 太厲害了 那 大概科技跟防禦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東西呢 應該都提到了吧 應該都提到了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打的東西吧 最近打的影片呢 都是在直播的時候打的 偶爾有一些 自己私下打的啦 這樣比較少 所以大家 有看直播的話其實大概都有一點印象 那有些是攻擊失敗 攻擊戰敗 就 大家就看看就好 都打十分了 開心就好了 那我們就找一個比較肥的 比較肥的話 看應該是就只有這一個 雙 30萬的錢 23萬的水 然後黑水是2400 重播 喔 這個 這個就是有點回字陣啦 然後是想要包裡面的黑水 但是其實邊邊清好裡面的黑水就可以打到 那我先放我現在的部隊都是造 二飛龍然後二皮卡然後帶十隻紐水 跟之前的部隊都不太一樣 好先放一個不用搞不好正面清一下 然後炸彈炸兩邊 因為皮卡想要放兩邊 然後後面跟幾個法師稍微 清一下 那皮卡清兩邊的用意就是 想要 打代替石頭啦 這樣女武神才可以主要的灌進去 那這種 其實我這種配置呢 是不像石頭那樣子 因為石頭血很多 所以它可以讓你扛 扛到兩邊清掉 那其實我帶 我這次帶的是皮卡 所以如果要打那種 要清兩邊才會打進去 類似這種陣子 這種陣子還算很好打 因為牆壁很闊 如果是那種 有牆壁在阻擋的 然後你還要清兩邊那種陣呢 你就會識別 等一下可以放一個 在直播的時候的一個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這種配置呢 很不適合去打 刻意要守資源的陣 那這個陣是還好 然後清邊之後女武神就灌進去嘛 下一個挑戰之後就進去 然後裡面再放個狂暴 補血 大致上的東西都搶完了 那這邊是彩霜炸彈 法式死光 要不然 這個水庫應該是可以打掉的 這個75% 76 77 78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放弓箭手看能搶到什麼東西 應該搶不到東西了 好就結束 就這種配置打這種陣子很好打 反正女武神打這種回字陣盤就很好打了 那另外一個呢是直播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 我剛才有提到的 是這一個吧 應該是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啊是有50%的那一個 應該是這個 對就是這個 像這個呢 他主堡在這裡面 那他又分庫 其實本來就 不能打這種 我的配置啊 不能打這種陣型 如果要打的話 就要帶石頭 石頭把 如果你要從右邊這邊 你要從右邊這一大塊打進去的話 那 你就是要石頭下在這邊 這邊 把這邊兩邊清掉 把這裡面的東西清掉之後呢 女武神再 進來 然後 下挑挑 最近的目標他就跳進去 所以他就可以抱主本 那因為其實這個陣型呢 有點守資源啦 你看到他分 他每個地方都分庫 他的錢啊 都分在每個地方 那其實對我這種部隊來說 是很難搞的 那我就想說要用皮卡去 代替石頭 但其實皮卡血量太少了 所以還是 不給力 你看我先下兩個飛龍寶寶 那如果 我不要這樣打的話 從單一點 可能就從 女王或是男王那邊 打進去 其實這樣打破壞力會高一點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抱主本 那我的想法是 就是抱主本拿黑水啦 但是沒抱進去 就是 那六神進來 你看皮卡在外面一下就死掉了 那我這邊呢 會不下挑挑的原因 是因為 他最近的距離 我那時候是想 應該還是 旁邊喔 所以我那時候下挑挑 也是沒救 好啦 那大概就搶成這樣 什麼東西都沒搶到啦 是沒有 虧太多 但是 就是一個例子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 旁邊成長日記 分享 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一樣我們下禮拜 再見吧 拜拜 影片 我這邊有個夢的 chiar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感谢观看